马街医院在今天创业30周年 这么开心的日子里 邀请了很多从创业到现在的马街人 回娘家一起来庆祝 在马街生日当天 不仅通过了癌症诊疗品质认证 未来还会新建癌症治疗大楼 让所有台东民众可以享有医疗在地化的服务 不管是在马街医院的外面还是内部 都张贴着马街30的标语 马街纪念医院在今天已经正式创立了30年 邀请许多从创立到现在的马街人 一起回来娘家庆祝 除了举行马街童像共同艺术节目之外 用着植树仪式来象征马街精神 永远生根在台东 在马街医院的生日当天 医院不仅通过了癌症诊疗品质的认证 在未来还会新建癌症治疗大楼 以及筹建达文西机械微创手术 那在过去30年当中 马街已经投资了台东地区超过45亿的金额 那我们服务人士也超过40万人 那这个让台东地区所谓的急重症得到很好的照顾 那本来是从90%的这个转出率 我们现在让台东地区的重症转出率降到50% 那我们台东马街医院也担忽了54%以上癌症重症治疗 所以我们在三年前为了这个急重症的需要 我们建立了急重构构工的急重大楼 也在去年的尼泊特台风当中耽误了很重要的使命 所以我们董事会已经有通过这个议案 就在新建癌症重症的大楼 那台出血预算是5亿 不过我们可能会追加到8亿左右 那更新闻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要让台东地区不只跟台湾医疗水平打平 还要打到世界的水疹 所以我们计划要建构达文西的这个手术机械的中心 那这个水疹是几乎可以跟世界水平一样 就让台东地区癌症的病人 重症的病人得到最好世界一流的这个治疗的水疹 为了改善台东地区的医疗服务 马街在过去30年投入了不少资金 为了就是让台东的民众 都可以享有医疗在地化的服务 在为了台东的重症治疗品质 还可以达到国际的水准 记者蔡成汉台东市报道